大家好,我是尤子 这是昨天晚上的晚霞 很明显的从昨天下午开始太阳出来了 就有点热了 这时候我就感觉到是该是时候 跟大家展示我做的防紫外线的午夜了 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做Q10 这是防紫外线的护肤霜 这个护肤霜呢,其实就是 在去斑的护肤霜的基础上我加了 Q10,那Q10是什么东西呢? 好多人都吃豆穴的那个药 说是保护心状什么 其实它还有好多功能 这样吧,我一边做,一边跟你们说吧 这是这个乳液的配方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配方里的几个主要的材料 不少朋友会问我你的这些材料哪里买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这个网上买材料的网站上 给你们解释 这样呢,它每一个材料 你在买的时候它都有完整的解释 跟怎么使用 第一个材料 我们去我买这个材料的网站 看一下 我现在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我们来读一下它是什么用处 我把它复制以后 粘贴到Google上 然后打开朗读小喇叭 DL泛唇,又名为维生素原B5 是D泛唇和L泛唇的稳定外消悬混合物 人体很容易通过皮肤吸收DL泛唇 并迅速将D泛唇转化为泛酸 维生素B5 泛酸是健康头发的天然成分 也是所有活细胞中都存在的物质 旧保湿性能而言改善保湿 减少水分流失 保持皮肤弹性和柔软度 这种外消悬混合物100%有效 当用于皮肤上皮化 张口愈合时 只有D泛唇会转化为维生素B5 而不会转化为L泛唇 因此DL泛唇的生理活性 只有D泛唇的一半 研究表明D泛唇可促进上皮化 肉芽组织形成 缓解扫痒并具有抗炎作用 使用三至四周后 它可以改善皮肤外观 包括干燥 粗糙 脱卸 扫痒和红斑 B5在我的洗发棒和洗奶棒 还有精华露 我都有用到它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材料 它是白色的粉状 我现在也是把它全部复制以后 去勾勾给你们听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阿尔法雄果肝自强基 本基正负D葡萄皮南肝 是一种纯净 水溶性 生物合成的活性成分 阿尔法雄果肝通过抑制 烙氨酸和多巴的酶醋氧化 来阻止表皮黑色素的合成 在类似浓度下 雄果肝的副作用似乎比对本二分少 大概是因为释放更缓慢 它是促进皮肤亮白和肤色均匀的更有效 更快 更安全的方法 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阿尔法雄果肝还可以减少老年般 满足现代皮肤亮白和皮肤脱色产品的所有要求 本产品是仅供皮肤使用的化妆品 阿尔法雄果肝为获准用于眼科 用于眼睛 这种成分不应用于旨在放入眼睛的产品中 第二个材料就是去斑的材料 现在看第三个材料 它也是去斑的材料 现在来听一下这个材料的介绍 驱酸二棕驴酸指 COD是驱酸的二质化衍生物 它被认为在美白能力方面优于驱酸 并且在化妆品配方中比驱酸更稳定 通过抑制烙氨酸维活性 取酸二棕驴酸指能够抑制皮肤色素沉着 它抑制黑色素形成的能力 使其能够有效美白深色皮肤或深色皮肤区域 当与胺乙鲜葡萄糖案 NAG等葡萄糖案衍生物结合使用时 其效果会得到增强 驱酸二棕驴酸指在热和光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不会变色 优点不与金属离子落合 不会变色光和热稳定与大多数化妆品成分兼容 这个材料它在防晒霜和晒后产品 化妆品 美白产品 抗衰老产品 面霜和乳液中都有使用 接下来这两个产品都是油 它是让你的皮肤不要那么干燥所需要的材料 现在要把上面这一部分全部搅拌了 就放下面一部分 下面的一部分的第一个材料就是蒸馏水 一定要用蒸馏水 不能用任何别的水来代替蒸馏水 这是米的纯露 你可以放别的纯露 只要是对皮肤有好处的 可以说是这个配方里唯一的一个蛋白质 第三个材料是这个配方中的一个活性剂 让你皮肤有吸收能力 去帮助这些材料的吸收 是一个活性剂 接下来是保湿剂 这是玻尿酸 我用的这个保湿剂是 我认为是目前保湿在护肤方面最好的一种 下面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网站上是怎么介绍这个玻尿酸的 玻尿酸有好多种 有内服的和外用的 这个是外面用的 是最最细的一种玻尿酸 可以让你皮肤毛孔吸收的一种玻尿酸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产品的介绍吧 这是我们分子量最高的透明质酸 分子量为100到150万道尔顿 我们的透明质酸由植物物质的细菌发酵制成 通常使用发酵培养物 可能包括小麦蛋白洞和酵母 以及来自玉米的葡萄糖 透明质酸不含任何植物来源的DNA 它被认为是纯素和非转基因的 透明质酸 该是一种多糖和化合物 天然存在于身体的每个组织中 其中皮肤、软骨和眼睛等组织中的浓度最高 它是皮肤细胞之间的天然凝胶 可作为细胞的除水器 为细胞提供保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会失去透明质酸 并失去在这个除水器中容纳足够水分的能力 为皮肤补充新的透明质酸 可能有助于滋润皮肤的细胞兼除水器 提高皮肤的水分含量并抚平老年纹 局部使用时 透明质酸具有除水特性 使其成为理想的膨胀剂和润滑剂 可将其加入化妆品中 从而明显改善皮肤状况 使用时 它会形成一层薄而透明的粘弹性表面膜 有助于保持年轻健康皮肤的特征 柔软、弹性和色调 这是一种化妆品原料 仅供外用 它不供内服的 接下来我会放几滴这个拉奔腾氏油 你可以换你自己喜欢的精油 但是你一定要查清楚 这个精油对皮肤有没有损伤 这个薰衣草精油啊 是精油里边 就是对皮肤最没有刺激的 一个天然的精油 接着来看的是这款乳液里边的防腐剂 因为这个乳液里边有水 所以你必须得放防腐剂 这个防腐剂主要是防霉 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乳液 你用手碰到了 有可能你的手里边有水 水里边就会有生物 这些生物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乳液发霉 所以我们就要放这样的防霉防腐剂 最后我就要来说说我这款乳液的主角 就是Q10 你看我只有放0.5对不对 它的arange就是0.3到2 我为什么没有放很多呢 因为它的颜色是黄色的 我不想我的脸是黄色的脸 所以呢我放的力度不是很大 但是已经够用这款乳液了 其实好多Foundation粉底啊 都是有一点这样黄黄的 只是再加了一点红的粉 所以呢这点黄 我觉得我的皮肤能接受 而且看上去几乎看不出来 现在我们来听听这一款材料的介绍吧 打开网站我寻找Q10 就看到有液体的也有粉状的 那液体跟粉状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是在使用上 如果是液体的呢 那它就是油性的 我还是喜欢粉状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粉状的Q10吧 如果你需要液体状的油状的 你就自己再查一下 它里面是怎么介绍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粉状的 它是怎么来介绍的 辅酶Q10是一种 织容性维生素类物质 存在于人体的每个细胞中 辅酶是一种增强酶作用 或对酶作用必不可少的物质 辅酶Q10通常 比酶本身小得多 辅酶Q10是一种 对细胞内能量产生 至关重要的辅酶 它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 抗氧化剂或自由基清除剂 辅酶Q10由人体合成 在我们非常年轻时 开始处于低水平 在我们年轻时达到顶峰 并在20岁后逐渐下降 即使身体对辅酶Q10的需求 不断增长 局部应用时 酶Q10可以渗透到皮肤的细胞层 并可能减轻由于光老化和上皮细胞更新而产生的皱纹深度 导致形成细胞 构成了人类皮肤细胞的大多数 CMOQ10以被证明可以保护这些皮肤细胞免受紫外线引起的氧化性DNA损伤 CMOQ10支持人体的天然防御机制 比喻自由机的破坏作用 特别是皮肤中的过氧化脂质 它是护肤和防晒产品中有用的化妆品成分 这是一种化妆品原料 仅供化妆品配方中的外用 与我们所有的材料一样 它不应内服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款乳液 现在来介绍第三部分 那第三部分就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就是乳化剂 乳液就是水跟油在一起才会成乳液 但是水跟油没有乳化剂是成不了乳液的 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乳化剂的介绍吧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英文全部复制 到谷谷的翻译机上 让它给我们来读一下 Sepimax Zen是一种欲中和聚合物 可单独形成透明凝胶 也可作为乳液和表面活性剂系统中的增稠剂和稳定剂 它设计用于处理水性凝胶中高达10%的盐 无需中和 它与脂肪醇协同作用 可显著增加乳液中的粘度 Sepimax Zen与脂肪醇 如金蜡醇 金蜡硬脂醇或山鱼醇 结同作用 在产品油箱中含量高达1% 可显著增加粘度 与表面活性剂一起使用时 Sepimax Zen可增加泡沫密度 同时增稠因离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以2%的量使用 可产生柔软奶油状的泡沫 Sepimax Zen可用于制造DPH直凝胶 可与高达4%的乙醇酸 0.1%的绿化煤和0.2%的EDTA一起使用 它与硅酮矿物油润肤脂 如我们的Lotion Crafter S2AB Lotion Crafter FCO 以及其他天然油和黄油兼容 它是一种因离子乳化剂 因此与氧离子成分不兼容 主要优点 低剂量下有效使用高奶电解质性PH范围广 即使在酸性PH下也是如此悬浮特性 与其他聚合物或乳化剂协同作用 优雅的感官特征 无需中和可用于热加工和冷加工配方 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乳化剂 也是一款增愁剂 好多喜欢自己做乳液的朋友都喜欢这个成分 但是在应用中一定要注意 要有时间让它慢慢让油跟水乳化在一起 我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让它们乳化了 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还得时不时的去搅拌一下 材料全部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来做乳液 我们先来称第一部分的材料 今天我做的是200克 但是第二天我又做了100克 这个不重要 最主要是要看它的程序怎么个做法 现在我把第一部分的材料全都盛到了这个烧杯里 在这之前戴上你的手套 把所有你要碰到乳液的成分的这些工具 包括秤还有小勺 还有搅拌的勺子 烧杯都要用酒精喷两次 让它们完全沥干了水分以后 我们现在再来称所有这些材料 我把Q10放到了第一部分 因为它里边有油啊 我觉得油比较容易融合这个粉 而且我也能看得出 它的颜色是深还是淡 好了第一部分全部盛好了 现在用搅拌刮刀来把它完全融合一下 粉跟油是很好融合的 好了全部融合好了以后 我们来加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里面有好多水 所以第一部分里面是油 水跟油是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的 没有关系 我们先把第二部分的东西 全部加入到第一部分里面 后面我们只要加第三个部分 它们这两个部分就可以融合了 我先加的是水 你看这个水 你看这个水就是浮在这个油上面 怎么调你看 它都是分开的 这个是米的蛋白 第二部分里面是有很多的水粉 就这一种 接着是防腐剂 再接着是玻尿酸 这个玻尿酸我在前一天就把它做好了 因为玻尿酸是需要24小时来慢慢融化的 这个是冰油 你看我虽然搅拌了一下 但是它还是没在一起 现在我放入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是乳液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材料 如果没有这个材料 这个乳液是做不成的 这个材料很轻 所以我是戴着口罩来碰这个材料 好了 现在把它完全搅拌一下 我们仔细的来看它的变化 你看我拼命的脚对不对 它还是这样 不是光滑的像泡泡一样 它就是要时间慢慢去吸收这些水跟油 所以我索性就不去动它了 盖上保鲜膜就让它放那里 我早上做的 我一直到晚上我才把它打开 但是在这中间呢 我有搅拌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怎么搅拌 它还是这样 所以不去管它了 以我的经验 你过个十个小时 它上面写的好像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我觉得两三个小时你还要很累的去搅拌 但是如果你不去搅拌它 也许放第二天一早你再来搅拌 很容易它就变成很丝滑的乳液了 我这份乳液是给一个朋友做的 所以我晚上做的时候就没有拍视频 但是第二天我发现这个乳液 给了它以后我几乎自己就没有了 所以我又自己做了一百克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天 这一百克我又放了一个晚上嘛 我们来看看第三天的早上 这一百克它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 早上我透过这个保鲜值 我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是高高低低的 没有完全好像融化 我早上起来洗了手洗了脸 没戴手套 我就来看我的乳液了 因为这乳液是我自己用的 另外说实在 人啊有的时候啊 不要它积走 我可以这么说吧 你去看周围生那个病的人 因为觉得这个也不能碰吧 这个也不能吃的 这个我也不喜欢的 这个我吃了不舒服的 就老积走 不是 怎么说呢 细菌这个东西啊 你吃了有可能就会有抵抗力了 你要越干净啊 越容易生病 当然我这个话不能对我的乳液来说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 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啊 在好像是小红书上的 他说你用垃圾桶来堆肥 你不觉得这个垃圾桶会释放什么东西吗 我懂你的意思啊 你觉得这个塑料的 在太阳底下晒了以后 就会释放什么毒气啊 或者怎么 如果你觉得会释放毒气 那你就不要用 我觉得是不会的 为什么 所有的东西 这些土 就堆出来的这个土 植物 它跟人一样 他喜欢的东西 他会吸收 他不喜欢的东西 他是不会吸收的 现在看看这乳液 够丝滑的吧 我现在要把它装在100克的罐子里 因为我之前做的200克 有50克呢 我已经放在我的气奔罐子里了 所以现在我只要放在一个零食罐子里 等我气奔里面用完了 那我再灌到这个气奔罐子里 我为什么要用气奔罐子呢 我来给你们看一段视频 你们就知道了 它有多干净 它是很高兴 它是TSA-approved 它 holds1.7吋 它是1.7吋 它是一种功能的 这种功能的 这种功能是很高兴 你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 你给它一种吸收 它一种吸收 它是非常容易的 它是很轻松的 它保护你的东西 它保护其他东西 你不需要用软的 或是汇丽的东西 因为它可能会出现 我喜欢它们的 我喜欢它们的 它们在那里 你需要用你的手指的 因为它们 它们就让它们 它们到处于 它们的 看到了吗 你的乳液它不会接触到你的手 你只是用了上面一层 下面都没有碰到乳液 所以我喜欢这个罐子 但是如果你有多余的乳液 那就放在另外一个罐子里 可以随时等弄完了 把这个加过去 每天我洗完脸 我会先放精华露 再用这个乳液 我试了一下 这个颜色正好match我的脸部的皮肤颜色 这个罐子里的乳液用完以后 你可以再加乳液 你用完了 你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 但是打开的时候 你手一定要戴上手套 酒精稍微消毒一下 你要用的刮刀也是 如果你没有刮刀的话 你可以就用一般的这种棍子 上面都有买的 用这种棍子 用酒精消毒一下 因为上面 你打开以后 它还有一个盖子 你要把这个盖子摁下去 你才可以加精的乳液进去 或者是有一种 吃冰淇淋的这种小勺 你用酒精喷一下 这个你可以往下搓 把那个东西搓下去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来摇乳液 把它灌到这个烘气罐子里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